大家好 大家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大家 我都不知道 以什么样的情感去跟你们 进行接下来这一场级别 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抱歉 因为大家都关注我们这么久了 结果我大半年没有给大家开过直播 然后这大半年没有给大家开过直播 也没有基本上没有怎么更新过视频 现在大家一起在公民上面打一波 好久不见嘛好不好 谢谢你们 然后我现在是在等阿米 我们明天去阿米家里 然后今天不敢就是阿米的爸爸 然后明天只好也到家 想过去见面跟他聊一下 然后阿米现在去他小姨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他小姨 叔叔请我不敢去 然后我就在那里面给大家直播一下 阿米可能等一飞也就过来了 阿米过去也有一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勇敢点是吧 我会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会的 然后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确实 如你们所说 我也瘦了好多 然后阿米也瘦了好多 然后还有就是 我 最近也是生病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 我说话的声音 就是 现在 还是在咳的 我已经咳了差不多快20天了 然后前几天 还发生了一件 让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很 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本来其实这说了也没什么的 就是也给大家提个醒 我直接晕倒了 在医院 当时是 咳嘛 就喉咙特别特别的难受 然后我本来想的就简单的感冒 再挺个几天可能就好了 结果我就 一直没挺挺过去 然后我就到医院去打吊水 打吊水的话 第一天打都是正常的 第二天 打的头包 我开的太快了 因为 当天跟阿米一块要去有个事 然后打的太快了 结果 吊水打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上卫生间的时候 晕倒了 真的 整个人是直接就晕倒了 不是说给大家 博求大家的心疼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你们去打吊水啊 或者什么的 千万不要挂的太快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那个速度 真的直接就晕倒了 有可能吧 这段时间确实太辛苦了 然后今年的上半年 也一直都在工作嘛 也一直都在努力的工作 还有我跟大家宣布说一个事情 说一个也算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你们说是现在给我跟你们说 还是等一会让阿米过来 让阿米给你跟大家说 阿米一会就到了 对对对对 有副作用 然后带货的话 最近我是没有 没有 今年上半年都没有带货了 你们说是 我跟大家说还是 等一会让阿米过来跟你们说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能猜得对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猜得到的 你们都这么的聪明 我说 我说也行 那大家先点点赞好不好 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先点点赞 先点点赞 然后阿米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们怎么能说的怀孕呢 这个事啊 不是不是不是 对已经有很多人猜对了 已经有很多人都猜对了 已经有很多人都猜对了 然后 嗯 就是希望大家在公平上面 打上两个字恭喜吧 嗯 毕竟跟阿米在快这么久了嘛 也确实是 最近 嗯 房子买了 谢谢 然后今年上半年 一直都在打拼事业嘛 也确实今天上半年公司的效益各方面都确实还不错 所以说也是挺骄傲的跟大家说 嗯 然后 房子买了 嗯 一百多 一百多 挺骄傲的跟大家说 然后我也是 嗯 拿了一点 不过 今年下半年我觉得我们公司啊各方面都还会更好 还会更好 所以说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就是提前跟大家说声道歉 抱歉哈 为什么要要为什么要给大家说声抱歉呢 因为我这边可能以后不会经常的给大家直播 因为我确实还是有自己的事情在做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不然的话我今年上半年不可能 嗯 不去给大家直播 不可能不去给大家更新视频 因为了解小苗的人 大家可能也都是知道嘛 对吧 然后小苗 其实很多人也都建议我去直播带货啊 或者是方面 我去年跟大家说 本来今年确实是打算到杭州那边去做那个 嗯 带专场嘛 虽然说是赚钱 但是 哎 始终想想那 还是 有点 内心当中过不去那个坎啊 反正 说句 再直接的话 就是脸皮还可能还不够厚 所以说 还是目前来说 还是赚钱的来源 还是靠自己自己公司 嗯 我跟我好兄弟开的公司 是这边 好吧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嗯 大家一起帮小苗点点赞 好吧 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咱们十号的直播 嗯 因为你们不知道阿米这边的房价有多贵 真的非常非常的贵 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哈 大家都真心真心的去回答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 嗯 就是 如果你们 大家 理性一点 客观一点 去回答 不要因为你们喜欢小苗啊 或者说你们是我的粉丝啊 或者什么的就是 就去容易感性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的去回答一下 就是 如果 阿米 是你们的女儿 你们会同意 让阿米 嫁给我吗 同意的话咱们打个同意 不同意的话咱们打个不同意 我看是同意多还是不同意多 咱们都理性一点 客观一点 好不好 因为说实话啊 毕竟怎么说 事实就是我离过分的 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我已经 非常明确的说了 我是离过分的 然后去年 包括拍视频这么久 一直没有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说 说实话 我也是 其实说实话 去年我记得很清楚 在云南直播的时候 我要骗大家 我是小狗 有好多好多次 我都差点脱口而出 直接跟大家说了 我是离过分的 真的 但是最终 哎 还是没敢开出那个口 还是没敢开出那个口 但是阿米是一直都是知道 我是离过分的 阿米是一直都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 嗯 刚认识 连两个月都不到 他就是知道我是离过分的了 再后来 因为那个时候 我对阿米也没有什么 非分之想嘛 然后也没有想过 就跟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 直接就跟他说了嘛 然后他问我 我就问他 有男朋友没有啊 然后他就问我 接那个有没有 我都 我都接过一次分了 然后就直接跟他说了 然后 但是我 我一直都是 只以为阿米的父母也是知道的 然后 就是 还还挺尴尬的嘛 我一直也以为阿米的父母也是知道的 然后我以为阿米已经跟他爸妈说了 再后来就是 我们两个确定在一起过之后 我就问阿米 我说你爸妈知不知道 就是我的我的情况 然后阿米 那个时候 他就跟我说 嗯 不知道 我说那你一定要抽个时间 跟他们说一声 对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很大的一件事情 后来 他就骗我说 他已经跟他爸妈说了 后来这个事我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了 因为我的印象当中 他们这边 对于接分啊 他离分啊 并不是那么的看重 但是阿米他们家里可能跟他们这边其他的家庭不一样 他们阿米家他们家还是比较传统的吧 对对对 为什么离分 嗯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这要说的话可能就有点长 大家愿不愿意听 愿意的话 我就跟大家 多捋一下 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多捋一下 顺便一起跟大家说说 你们也公屏上面都在问 小孩的事 我都跟大家说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全部都给你们留 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谢谢大家 那我现在就 等会儿 有点想吐的那种感觉 确实最近压力很大 那我就跟大家捋一下 就是说一下 我的一个事情 谢谢 谢谢 还好 我说实话 对 对 公平说的对 吃贝母 我就是没吃 知道吧 因为我最近 我是从一直从 因为我一直 很少很少感冒 很少可笑的嘛 我是从杭州直接过来 然后在西昌 在阿米 他们这边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没有贝母 然后阿米家里也是有的 没有贝 知道吧 就没有贝 还有就是叔叔阿姨 各位姐妹 贝母现在卖不了了 就是我去年跟大家说了嘛 就是百分之百卖不了的那种 就卖不了了 大家一起先点点赞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说说 我自身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为什么会离分啊 这些事情啊 其实说实话啊 我一直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离分不是一个人的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知道吧 不是一个人 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我 我跟我前妻分开了 但是 我都不会去怪他 或者说他可能也不会来怪我 我们现在 基本上偶尔的话 也会联系一下 但是联系的很少 基本上也就是不联系 不联系 有事的时候 可能会联系一下 我和我前妻是 同一个地方呢 同一个地方呢 但是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现在在说我自身的事情 我不太确定 平台会不会 就是 会不会 因为现在就是别说我剧本啊 或者什么 我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 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 平台有工作人员啊 我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希望你们不要疯我的这么点 谢谢 因为最近是 比较严 比较严 不是小钱 不是小钱 叔叔阿姨哥姐们 大家一起戳戳屏幕点点赞 谢谢 确实憔悴了很多 确实是憔悴了很多 哦 那我就直接说了 好 我们是一个地方的 我跟我 那个前妻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那时候我也 我也还还比较年轻 我那时候我没记错的话 是应该是 22岁 52岁 然后他当时是 应该是 十七八岁 我们两个是在一块 就是有一只朋友 在一块吃饭 认识的 认识过之后 没几天就在一块了 在一块过之后 紧接着就是 哎呦 我咳得咳得肚子也疼 在一块过之后 紧接着他们家里人 就知道了 我跟他的这个事 然后 我家的情况 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的情况 知道的 咱们打上两个就知道 因为这我说 我前妻的事情 可能需要说一下 我自身的一个事情 才能够说得清楚 都知道是吧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去世了 然后我妈就改嫁了 然后就这么个情况 我家里可以说是非常的穷 然后 要啥都没有 后来就再一块了 再一块了过之后 他也就同意 跟我在一起 然后人家家里也没说什么 毕竟我在我们那边 却周边的人的口中 人品还是不错的嘛 然后再一块过之后 再一块过之后 因为他年龄比我小一些 最主要还是自己没本事嘛 当时年纪 你也年轻 挣不到钱 紧接着后来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 人家有这种 贫贱夫妻 百事爱 然后就经常的在一块吵架嘛 最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不知道我说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觉得小苗 去在背后说 说人家坏话 但是我想说的哈 全部都是真实的 全部都是真实的 毕竟 我觉得其实说这个事 本来本身它就不是太好 你懂吗 谁要是编编故事 随着随着随死 行不行 叔叔阿姨哥姐们 相信小苗的 咱们打下两个字相信 我都已经壳成这个样子了 我给你编什么故事 叔叔阿姨哥姐们 大家一起预约一下10号的直播 我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说哈 然后就是 他跟我一块去浙江 宁波 石浦 石浦县 然后赫浦 赫浦镇 我记得非常 向山 向山县 石浦镇 然后赫浦 我在那里干什么 叔叔阿姨 你们知道吗 我在那里烧电焊 造大轮烧电焊 然后我出海捕鱼 都吐的都要死的那种 知道吧 我这辈子我都会记得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你肯定还是得 是吧 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嘛 你肯定得给人家一口换吃嘛 这是最基本的 后来就我们 因为我家里有十几亩地嘛 后来在外面 因为我们俩发酵油也都比较大 然后就剩不到钱嘛 然后就回家种地 在我家里有十几亩地 然后我一边种地 一边我在咖啡厅上班 因为我 我之前会 我会煮咖啡 我会切水果拼盘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 我在咖啡厅上班的时候 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不说了 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就不说了 再然后 我们俩就分开了 其他的 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了 叔叔阿姨哥姐们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吧 分开了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 是因为什么愿意分开的 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叔叔阿姨哥姐们 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不会说 去怎么怎么样 别人 知道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好不好 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问问问阿米 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问阿米到哪了 问阿米 因为阿米是在他小姨家嘛 在他小姨家 然后 因为我们明天是要去阿米家里 去向他父母道个歉嘛 然后 等一下 我 我跟阿米商量好事 先去他小姨家 去 让他小姨看能不能 帮我们说说情嘛 我打 喂 喂 小姨哥 喂阿米 哎 那个你跟 那个小姨 说的怎么样 我现在在路上 然后我 等我过来跟你说吧 可以吧 你快到了是吧 我快到了 我刚刚 我正在开直播 我正在开直播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好 直播间的树沙 一个姐姐们好 也好久没有见你们了 然后大半年都没见 对对对 好久 真的好久没见他们了 真的挺想他们的 我现在在路上 然后快过来了 到了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播 可以吧 可以 那你赶快来吧 你们聊聊天 你赶快来吧 大家都好想你 可以可以 我也真的非常想他们 我们都已经大半年没见了 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不骗你 我做闷的时候 我都闷过几次 我在直播 真的 一样 我也是 这半年了 真的没有给 没有开直播什么的 然后很多叔叔阿姨们 都发消息 就是我们怎么怎么怎么了 我都真的 不好意思回答 知道吧 行你过来吧 过来 然后你跟大家说说 小姨那边是怎么说的 然后因为我们明天 还要到你们家嘛 行 好 那你快点哈 好好好 拜拜 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一起预约一下 咱们10号的直播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一起一起预约一下 谢谢大家 阿姨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